GOT、GPT都已經到400多 但是去大醫院 然後還有一些診所什麼檢查 都說沒有問題 就是有脂肪肝 那我覺得脂肪肝是很平常的 因為幾乎現在人應該 多多少少都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就是一直降不下來 然後還被醫生警告說 你如果GOT、GPT再降不下來的話 可能你隨時就會蒙爆性肝炎 然後人就走了這樣子 哈囉大家歡迎回來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位在高雄的三聖佛寺 那非常感謝我們這邊的住持 邀請我來拍攝他們這裡的神明 在這邊歡迎我們住持 你好 你好 那住持在這邊想要請教你 就是說當初怎麼會有 這一間三聖佛寺的由來 三聖佛寺由來其實 源自於我小時候 我阿公他們本身就是開廟 小時候就是從嬰兒的時候 我就住在廟裡面 那所以就是這樣子耳濡目染之下 就是有在接觸廟的一些事情 那後來因為中間有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廟現在已經賣掉了 但是我們有留一些一部分 原本的神尊 後來就求學了嘛 那求學當中就比較少在接觸了 但是到差不多大學時期 神明又開始慢慢的找上我 那就是希望說我能夠慢慢的去幫他 做一個祭祀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那當初就是神明找上你的時候 你有反抗嗎 當初是反抗的 因為那時候剛好身體也不好 當然會先問自己家裡面的神明 然後又去也是會去大廟各大廟拜拜 問問事之類的 但是都沒有得到效果 所以那時候就我反而 我是很排斥的 我是很反抗的 我會認為說我身體不好 你為什麼都沒有辦法救我 我那時候其實是排斥幫他辦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人家說有點跟他唱反調就對了 他叫我幹嘛我就硬不做 我就是不幫他用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到很後面來的因緣 才慢慢的說接受幫他做 那就是我們中間有什麼 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開始讓你就是轉變 想要幫他開始服務 因為就是剛好身體不好 那時候就是我大學的時候 人家說正年輕嘛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GOT GPT 都已經到400多 但是去大醫院 然後還有一些診所什麼檢查 都說沒有問題 就是有脂肪肝 那我覺得脂肪肝是很平常的 因為幾乎現在人應該 多多少少都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就是一直降不下來 然後還被醫生請告說 你如果GOT GPT再降不下來的話 可能你隨時就會猛爆性肝炎 然後人就走了這樣子 對所以那時候已經有被醫生警告 當然我父母也會很擔心啊 然後就一直帶我看哪一個醫生比較厲害啊 肝膽腸胃科什麼的 也是到處跑 中西醫也到處看 人家報什麼偏方啊 清草藥啊什麼的 就也是喝啊 但是都沒有用 是直到我的師父 就是我的領門師父 他叫元通師父 他是一個出家眾 應該以現代的話來講 叫做得到高升吧 就是那時候也莫名其妙跟他結緣 他知道我的問題點 那所以他有他那時候他有點出來 就是我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他也有教我說 我就是要幫神明服務祭祀這條路 然後也是要持續去做腿拿跟整骨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也是屬於解決人家的酸痛病苦嘛 也是等於算是在祭祀的 人家說行義祭祀 我就照他的話下去這樣子 那時候我也不太相信 我就是半信半疑的一個心態 然後是做了之後 多多少少就開始慢慢有一點改善 我才慢慢慢慢的相信 然後一直到半年我的GOT GPT 就回來一百多 那時候我才有這個信心 才慢慢的接受說 喔好那我來幫他做 幫他祭祀這樣子 對 然後剛剛有聽到你提到整骨跟推拿 怎麼會有整骨跟推拿這個啊 這個是從我阿祖的時期就開始了 因為我們是西羅人 我們祖籍在西羅 所以我們是工程的城 這個城大部分他的祖籍都是在西羅 人家最知道的應該就是塞雷七卡 就是整骨的部分 那那個時候是我阿祖他去學 然後傳到我阿公 然後因為我從小就跟我阿公住嘛 所以我就是也耳濡目染 我也沒有特意去學 就在我阿公旁邊打雜打雜 然後就這樣看看看 然後一直到出社會之後 才開始有正式做這個 阿公有沒有留下什麼秘籍之類的 有一些那個什麼草膏的秘方 還有那個我們說油性啊 那類的有啊 阿公有留下來就這樣 有有有 還是說從阿祖那時候 從阿祖那時候就留下來 留好久了 對 但是我阿公有再去做一些改良 就是適合我們現在人的皮膚 比較不會紅腫過敏的 那你在祭祀這條路上 有沒有遇過什麼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比如說這位信徒他來問我這個事情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去查一查之後 發現他的源頭是另外一件事情 對比如說因為這個信徒來 他是要看說我身體不好 然後他看醫生也沒有用 那他可能就是想藉由宗教民俗這方面 看有沒有辦法能夠讓他有一個慰藉 對但是可能查一查 有時候可能是祖先的問題 或者是有時候是他的 現在的有有些女性都會墮胎嗎 有時候都會查到那一部分去 然後就會讓我覺得說 哦原來影響的層面有這麼的廣 這麼的大 就是會讓我覺得說有點意想不到這樣子 像之前有一個新來的信徒 然後他是基督教人 對他們家基督教的 然後但是他們沒有 可能沒有真正的受洗吧 就是他們也是有在拜祖先 然後那時候是廟山公主幫他們收的 因為廟山公主他很習慣就是他 他辦事情他都是看手掌 手文 然後他就大概知道說 你有什麼事情這樣子 對所以等一下你也可以讓他看一下 對 然後就是他就看一看之後他就說 你們家有沒有拜祖先 然後他就說有 然後廟山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但是你們家祖先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他一開始都還沒有實情講出來就對了 就說有什麼問題 就是那時候他們也是請外面的老師來幫他們用的啊 他們也是這樣子拜啊 然後廟山就說 但是你們拜了之後你們家裡就不是很平靜 而且就是每一個家庭的成員都不能夠凝聚啊 就是一人一人一人這樣子 然後他說對啊 他就是拜了之後就比較不平安 然後就是一人一人一人這樣子 就是每個人都各自走一個 然後好像沒有很沒有一個家的感覺 然後廟山就說祖先的部分要趕快處理 然後說你祖先裡面可能很多有寫錯誤或者怎麼樣 但是他是第一次來我也完全不認識他 然後那時候是廟山就這樣子跟他講 然後他後來到後面他才自己講出說 就是他們外面請的老師 把他們家裡面全部的人也寫進去那個神主牌位裡面 就他們家裡面還活著的人也都寫進去 然後那時候廟山就說 對啊這樣就不對啊 怎麼可能活著的人還接受人家拜 對所以那時候他也覺得說 嚇一跳就是 欸怎麼好像一直就指到他們他的問題點這樣子 對所以他也覺得說蠻驚訝蠻神奇的 一用完那個媽媽就馬上就說 喔他的心情整個好像就開闊了開朗了這樣子 不然他的心情本來就是好像都很郁節啊 悶悶不樂這樣 接下來就是因為我們很多信徒都是也有在中北部的 然後他們有時候可能沒有辦法臨時來 他們會傳訊息說 啊那個可能他某某朋友突然進家戶病房 那之前我台中有一個朋友 他的員工的家人就是車禍 然後臨時就是進入家戶病房 然後那時候生命指數只有3 當晚他們就求助 剛好那天廟山有辦事情 然後他們就求助廟山 然後廟山查一查他就說是拿黑令旗要來 等於說要來索命的 那時候狀況也是蠻嚴重的 因為他又有什麼腦機水還是什麼的 就是情況不樂觀 對 然後當下那時候廟山就有先幫他做一個小儀式啦 讓他先能夠穩定下來 然後有開服給他 就是叫我們說隔天馬上就要幫他寄上去讓他使用這樣子 結果到隔天的時候我們要祭服的時候 我朋友就傳訊息說 已經脫離險境了 他就有傳說 哇 服都還沒有用 他就已經脫離險境了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就很高興 他們家人也很高興這樣子 然後剛剛有聽到你就是提到我們這邊 就是可能下來辦事情的都是我們的廟山公主嘛 那可以幫我們就是介紹一下關於我們廟山公主 這一尊神明嗎 因為我好像比較少聽過這個名字 對 這一尊是蠻特別的 他說全世界只有他這麼一尊 其實他有祖廟 他的祖廟是祁山的慈善慈會堂 那慈善慈會堂他們裡面就有供奉一尊廟山公主 那我們這一尊是第二尊的神尊 但是他的神靈都是同一尾 就是他是來來去去的 就是一下子會去祖廟 一下子會來我們的邊這樣子 我會結緣跟廟山公主結緣也是十多年前 就是剛剛我講的我身體不好 然後剛好看到他們有在辦事情 然後我就自己不知道為什麼就走進去 我就是那時候就是想要問我的身體 然後就是從那時候慢慢的結緣起 一直到去年我們的母娘跟我講說 要去把廟山公主請回來 然後我還不相信 不相信我又來拔杯 我會先跟我們的母娘拔杯 我又確認 我就說確定嗎 他那時候好像給我五個聖杯還是六個聖杯 確定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蠻傻眼的 我就想說好像沒有聽他們說 廟山公主有在讓人家請回去拜 是後來我們去寢室 然後因為他們那一天剛好沒有辦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當下我們也請那邊的堂祖師姐 就是幫我們問 然後我們用寶貝的方式 然後說是不是廟山真的要來我們這邊 心仪祭祀這樣子 然後結果也是得到四個聖杯 然後就是在今年的提供生意 就是正月初九那一天 然後他親自下來開光 然後我們就把他引請回來這樣子 那我當初找到這尊神尊也是蠻奇特的 就是我準備要去找的時候 我進去的第一個佛具店的第一眼 我就直接看到他 照理來講佛具店應該會擺很多零零種種的神明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一踏進去 我的第一眼就看到他了 而且那還是你找的第一間佛具店 對 而且還是第一間 所以我就說那就是你了 對啊 就是蠻特別 可能他自己有冥冥之中有去安排 是 對啊 咪哏啥 咪哮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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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哨啥 都沒有甜甜的 喔 都沒有甜甜的 難怪你一回來就是甜甜的 Schluss